原标题季罗云熙之后 又一位男星古装经验网友美男子 当之无愧原创文章 禁止转载在古装剧中 总有一些颜值非常高的延传 在剧中的造型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曾经的古天乐的阳国一角 至今回看都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形象 古天乐那时候的古装 的确是迷了不少的观众 清秀帅气又不缺演技 成为很多人的古装男神 如今古装剧层出不穷 在这些古装剧中 自然也是诞生了一些 同样是率翻观众的古装男演员 前段时间的润月一角 就是成功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香蜜城沉浸如霜》中 除了邓伦是演的旭奉 俘获很多观众的喜欢 作为男配的润月一角人气 一点不输男主 罗云熙在剧中出演的《润月仙气满满》 加上《眼神举止》这样的一个古装形象 成功俘获了很多迷妹的心 甚至很多迷妹也是称 既古听了之后 罗云熙是又一个穿上古装成功迷倒观众的男神 而罗云熙也是成功凭借这样的一个配角人气 大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不过既罗云熙之后 又一位男星古装惊艳观众美男子当之无愧 想必大家对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也必定是非常熟悉的 这部由杨幂和赵佑晴主演的古装剧 当初是成为了非常大换的一部电视剧 不仅仅是主演人气大掌 就连剧中的一些配角 也是如此就如迪丽热吧 在剧中还有这位男演员 也同样引起观众的关注 那就是曾经出演过太子妃生殖记的于朦龙 于朦龙在剧中是演的白真一角 也同样是仙气满满非常有气质的一位男演员了 不过要说于朦龙再次俘获很多迷媚的心 还得出于朦龙街的另一部新古装剧里 那就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两世欢 作为古装清悬一探案剧 于朦龙在剧中出演男主景词一角 全部盘上去的造型 加上自带的高冷气 这于朦龙这样的古装造型 也是惊艳不少王九 着实是美男子当之无愧的 无论是仙气飘飘的类型 还是这样干净利落的发型 于朦龙的古装造型 也是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类型 虽然于朦龙之前因为往剧走红 不过之后的于朦龙的人气 也并没有消散 无论是演技还是演织 都是得到了观众的称赞 在新剧《两世欢》也看到了不一样的 于朦龙坚定帅气的眼神机上帅发的造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